我們就直接上課了 這是上禮拜我們提到的第一章的部分 稍微再review一下 很快的go through 過一遍 電腦 對不對 叫計算機 那我們電腦的種類 我們上次說過有很多種類 那當然先從它的歷史嚴格開始 工業革命的過程中間 其實包含電腦本身就是一個工業革命的 某一種工業革命的概念 那當然上次也說過 網路的時代來臨 也是一個所謂的革命的概念 那什麼叫電腦 這個有特別跟你們提到 有跟你們說很重要的就是 希望你們至少一定要會 那至少一定要會的意思就是什麼 考試就一定會考 所以這個上次提過 那什麼是電腦的架構 當然這個架構是一個overworld的概念 我們今天還會再談到 真正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那當然也會提到軟體的部分 所以其實整個電腦是有硬體有軟體 那最核心當然是硬體 那它的軟體又包括什麼 包括系統軟體 包括應用軟體 那什麼叫系統軟體 上次我們說過大概就是所謂的作業系統 包括像Windows 包括像什麼 像Mac OS 或者是像現在的Android iOS等等這些都是叫系統軟體 那這個系統軟體是在硬體的外圍 把它包起來 那透過這個系統軟體 我們再跟更外圈的應用軟體 那什麼叫外圈的應用軟體 就是所謂的Office啦 或者是MateLab啦 或其他的這些不同的應用軟體 或者是你們在常玩的Game嘛 對不對 現在常玩的Game是什麼 以前早期你們學長在玩那個世紀帝國 現在世紀帝國叫什麼AOE是嗎 Age of Empire 是不是 還是現在已經都不玩AOE了 現在就好像不同類型的 那當然最外面的就是你的使用者 使用者就是你們嘛 使用者然後跟環境 這個也很重要 電腦的種類 我們上次說過了 這個我們就很快的看過去 這個超級電腦 大型主機 迷你電腦 微電腦 那早期的電腦 它的這個概念 先是從機械式的 後來再到用電路的 那透過什麼真空管啊 這些都是一些過程 電晶體啦 然後接下來才有所謂的機體電路 IC 那有所謂的VLSI 就是超大型機體電路這些東西 所以隨著這些硬體的變化 這些都越來越進步 那當然現在的趨勢是什麼 包括用奈米科技 還有包括上次有提到人工智慧 這都是未來的這個 其實也不是未來式啦 它現在已經是 進行式 現在進行式 所以這些東西 目前都已經在 不斷的在發展 那奈米的科技這個 以後你們有機會上一些通識課 可能會學到 那人工智慧的部分 這個上次也提過了 包括一些機器人等等 那最有名的就是說過 人跟電腦的競賽 人腦跟電腦的競賽 那之前是有一個叫 IBM的深藍 Deep Blue 後來現在的AlphaGo 這些都是在做 以後是下西洋期也好 或是下圍期 這個是我們上禮拜提到的 現在電腦的趨勢 就包括什麼 人工智慧跟奈米科技的部分 好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剛剛說過 整個計算機或電腦的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硬體 對不對 那硬體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人有 自己組裝過電腦的 有沒有 還是反正就是買現成的來用 有嗎 沒有 那你們電腦裡面有什麼東西 知不知道 有燒錄機 有燒錄機 現在還有燒錄機啊 OK 知不知道電腦裡面有什麼 不知道 問女生應該通常 理論上比較不知道 你知道電腦裡面有什麼 GPU GPU 你的電腦在買的時候 有沒有開規格 最重要是顯示卡 因為這樣玩Game比較爽 所以你們只要求顯示卡而已嗎 其他的東西你們不知道 不知道嗎 這好像什麼聲音 這個怎麼搞瘋掉 我們稍微看一下電腦內部是什麼東西 因為 雖然我們不是資工器也不是電機器的 但是反正電腦現在是大家都在用的工具 所以你總是要稍微知道一下裡面 大概生長的什麼樣子 那以後如果你要開一些規格 你要應用一些軟 要買電腦的時候 你才知道怎麼樣去跟廠商談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會稍微談一下硬體的架構 好 這個圖也很重要 這個圖很重要 怎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告訴你它的架構是什麼 所以你至少要知道我們 大概知道它的整個framework 這是重點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說我們不是自工器也不是電機器 但是我們知道它的架構概念是什麼 至少要先知道 所以電腦的架構 硬體架構部分 主要有這五個塊 這五塊 首先最主要有一塊是IO 那IO大概大概知道吧 IO代表是什麼 啊 IO是什麼 沒聽過啊 一般也是很安靜的 莊立恩 有沒有聽過IO 沒有 真的喔 陳宏寬 有沒有聽過IO IO就是寫在這邊啊 什麼叫I 什麼叫O Input Output 對不對 這麼簡單的聯想 應該會啊 所以電腦硬體的架構 我們當然最接觸到最多的 跟人接觸最多的就是IO 對不對 那什麼是IO呢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 就是輸入單元跟輸出單元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們會 使用者會直接接觸的東西 像你們現在用的鍵盤滑鼠 這些都是它的所謂的IO設備嘛 那當然比較內層的部分 有包括CPU的這一塊 那CPU其實裡面又分成有 算數邏輯單元跟控制單元 那待會兒我們都會一個一個談 算數邏輯顧名思義 它就在幫你做計算 因為電腦或計算機最強的就是什麼 它的運算啊 那你要運算總是要有一個部分 有一個單元或是有一個叫component的部分 要幫它處理這塊計算子 對不對 所以要有一個算數邏輯單元 那除了算之外 你還是要讓它們夠去 因為你要讓它算 你就要有一些補助的東西 那你就必須透過一些聯繫 就是說一個電腦裡面是很多 你把它拆開裡面 它是很多component的 那這些component之間 彼此怎麼樣去interaction 怎麼去聯繫 所以你要有一個控制單元 去跟它做一些interaction 所以在CPU的部分 比較核心的部分 就是有控制單元 跟算數邏輯單元這兩塊 那這些東西 這個比較屬於內部的啦 那這個東西內部 要跟我們外部中間 要有些連結的過程中間 我們還要透過一個記憶單元 那這個就是記憶體的概念 要把東西要能夠儲存啊 因為電腦還需要計算 這些計算要的資料量 它就有很多資料 這些資料必須透過記憶單元 來儲存也好 或者是怎麼樣 來做傳輸 來做一些運 所以基本上這個整個硬體架構 就是有這五個單元 這個五個單元 接下來就馬上要看了 不過要這個五個單元的概念 要先知道 好 那我們說過這個最簡單對不對 輸入單元 輸入單元這個大家看一下 大概都知道 就是我們目前常接觸到的 你要讓電腦去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總是會用到一些 所謂的輸入的東西 那我們最常用的當然就是鍵盤嘛 對不對 沒台電腦 你如果開機沒有鍵盤 你還能夠run嗎 也許你說有滑鼠 那滑鼠你要如果要輸入打字的話 你要用滑鼠一個點 你會點的要死 點到發瘋 所以我們還有一些指標 除了鍵盤之外當然還有指標 那指標當然最常用的就是滑鼠 對不對 那滑鼠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類似所謂的指標 像這邊寫了一大堆 這個也許你們也許都有用過啦 除了滑鼠之外 有什麼軌跡球 觸控板 搖桿 數位板 數位筆 還有一些 就是touch screen 就是你的螢幕 現在有的螢幕是可以什麼 可以用什麼 用手去滑來滑去的對不對 就類似像你們手機一樣 但是它是整個 整個大螢幕是可以 touchable 是可觸控的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指標裝置 對不對 好指標這個 你們還沒有其他人 有用過不同類型的指標設備 有沒有 這邊寫的大概都用過啦 不一定都用過 至少都看過啦 至少有沒有用過 可能不一定 像你們也許以前 在玩game是不是有搖桿 應該也有啦 那當然除了搖桿之外 現在好像也有出一些類似 gamepad 就是可以玩遊戲的那個 類似 類似人家那種 video game的那種gamepad 就是有方向 有按 有那個什麼 有button 有按鈕的那些東西 那那個當然 那不知道怎麼翻成中文 那就是可以讓你玩遊戲的 那其他的 數位筆這種東西是 有的時候幫你 如果你要寫字的話 以前除了可以透過鍵盤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手寫的方式 這個是東西老了 那另外還有什麼其他輸入的呢 來包括像麥克風 像我現在用的這個麥克風 麥克風當然我現在這個不是接到電腦 但是有的麥克風是可以接電腦 所以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去做什麼 你們如果在做用像現在很常用的是什麼 Line啊或者是Skype 你們聽過Skype 有啦 那這些都是透過必須要有麥克風嘛 那這就是一個叫多媒體的輸入 那所謂的聲音影像都屬於叫多媒體 那另外還有像Scanner 掃描器 還有所謂的數位相機 數位攝影機 這些都是可以當成是一個輸入的 多媒體的輸入設備 那除了這個還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聽 還有用過其他的多媒體的 設備有沒有 有嗎 那個其他的多媒體輸入設備 應該還有像是什麼 剛說過其實攝影機 像你們如果用Skype 要跟人家做視訊的話 當然那個就是透過要有所謂的數位攝影機 那數位相機當然是另外 就是你照完相之後可以連接到電腦 然後把相片傳到什麼 傳到電腦上面 所以這個是屬於也是輸入的設備 這些大概都是我們目前在蠻常用的 還有一些辨識系統 那辨識系統包括這邊 現在不是有些手機上面也有嗎 就是可以用什麼 用指紋的方式對不對 然後蘋果現在出的是什麼 是用FaceID這樣 那FaceID有沒有可怕 上次聽一個笑話 說以後 什麼 一對夫妻啊 如果先生想要知道老婆 或老婆只想要知道先生 裡面有什麼東西的話 趁他睡覺的時候 把iPhone 照到他臉上 他就可以解碼了 解鎖了 解鎖的話 你們就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笑話 但是他其實就是代表一個 新的科技的一個行程 那這裡面有很多像是 可能這邊我們大概用的會比較少 但是語音辨識這個有沒有用過 有沒有用過 有沒有用過語音辨識 沒有啊 你們手機上面不是都也有嗎 有沒有 沒有用過啊 有沒有用過 沒有啊 不然你的手機在幹嘛 你手機直接用打鍵盤的 是不是 都沒有用過啊 有沒有用過 沒有 沒有啊 你是什麼手機 啊 速食 那現在你很弱 速食一定就有的啊 Google的都有啊 只要是Google的手機都有語音辨識啊 沒有嗎 有什麼 你同學笑他吧 嘲笑一下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沒有 他上面不是有一個那個語音 麥克風那個就是讓你語音辨識的啊 沒有用過啊 真的啊 哎呦 你們用語音 用手機到底在用什麼 那個就是所謂的語音辨識啊 那手寫辨識當然現在手機也都有啦 電腦上面也有啦 其實這些東西 現在手機上面很多有的東西 都是電腦上面轉移過去的啦 還有條碼對不對 你們現在手機可能會掃什麼 掃什麼code QRcode嘛對不對 其實QRcode裡面不外乎一個什麼 你掃那個QRcode之後 最後結果是什麼 就是一個網址嘛 對不對 就是一個網頁嘛 所以這個都是從電腦那邊過來的 還有自圓辨識啊 這個是跟手寫辨識有點類似啊 但是這個自圓辨識 光學自圓辨識比較是屬於像是說 其實現在Google也有啦 就是你把它照相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 假設有一個文件 你把它照相完之後 它自動會去幫你辨識 你如果假設是中文 它就幫你把那個原來的所謂的影像的部分 就文字本來是影像的部分 它就把它轉換成是一個中文字體 或者是英文的字體 這個有沒有用過 有的人應該有啦 但很多人還是沒有 這些都是光學自圓的辨識 還有一些其他生物辨識 那生物辨識當然剛剛說過像臉 Face ID也好 或者說用指紋 這些都是屬於這種所謂的輸入 所以這些看起來還蠻多的 讀卡機 讀卡機 讀卡機就是一般像 像現在我們這個什麼 悠遊卡或者是你們什麼 高雄是一卡通對不對 這些都是卡片嘛 這些卡片 它其實讀進去的時候 它是連到電腦 所以這個也都是屬於輸入的設備 所以這些 喊不浪噹的 這個都是跟我們電腦有關的輸入設備 這個稍微也要知道一下 如果要你們舉個例子 你們總是要知道什麼類型的輸入設備 那輸出呢 輸出也不少 對不對 這個最早的顯示器 這個是最早的顯示器 叫做CRT印象管 這個現在應該已經變古董了 大概只有在博物館看得到 你們家裡還在用CRT的螢幕 就是很寬很大的那種螢幕 電視以前電視也是 但是電腦也是 對不對 現在這個應該沒有了 CRT 那現在當然比較常用的就是什麼 平面顯示器 或者一般叫液晶顯示器 那液晶顯示器 有叫LCD 那另外一種叫做電漿 電漿當然這個可能 現在也是可能Face out掉了 就是沒有了 因為現在當然都是用 用這種所謂的LCD的 這種技術去做這種平板的螢幕 所以顯示器的部分 那顯示器長什麼樣呢 它裡面有很多元件 那個我們就不需要去了解 你知道我們是顯示器 除了螢幕讓你看到 你的電腦的輸出結果之外 我們還有需要什麼 有沒有喇叭 你們電腦會不會有喇叭 有吧 因為總是要聽音樂啊 對不對 聽音樂就需要喇叭 雖然喇叭 這邊沒有寫的是什麼 耳機算不算 耳機也算嘛 對不對 所以耳機也算輸出設備 那另外你要把東西印出來 需要印表機 對不對 那印表機當然有噴墨的 有雷射的 對不對 那一般現在 以前雷射印表機很貴 但現在隨著技術越來越好 所以現在印表機大概很多都是雷射 你們大概研究 你們的 請示大概沒有印表機吧 有沒有 應該沒有 所以你們要去哪邊印啊 你們如果東西要印要怎麼印 還是根本就不印 嗯 去圖書館印 圖書館一張給你收多少錢 100跟200 有分100跟200 100塊錢可以印幾張這樣 他是買陰印卡 影印卡就可以順便列印 你知道嗎 嗯 是喔 你們有用過嗎 啊 你們因為一年級 可能還現在很少機會跑圖書館 所以你已經跑圖書館了 我有去看過 是喔 你們有沒有人還沒有去過圖書館 應該很多啦 有沒有去過 有路過 有沒有去裡面看過 你們新生訓練有沒有教你們使用圖書館 沒有 沒有新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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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颱風也不過只是禮拜四來 怎麼你們前幾天都沒有啊 蛤 喔 下午是吧 好啦 圖書館其實是蠻好的資源 是學校花很多錢幫你們提供的資源 那怎麼去使用它呢 學校網路上面 圖書館的網路上面都有介紹 也要借書也好 當然現在借書好像看起來比較少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數位化 但是你還可以借一些數位化的圖書啊 你辦圖書證你可以借一些數位化的圖書 這個可以上網路去看看怎麼用 好 那印表機 那另外投影機 就像我們這個也是投影機 這台投影機雖然跑在這邊 但是它其實跟我們電腦是連在一起的 那投影機這邊有不同的技術 那我就不需要了解 那另外還有你的輸出的包括通訊 其實通訊的概念 某種程度它也是輸入 所以剛才在談輸入的過程裡面 其實沒有談到 沒有談到網路這一塊 通訊的這一塊 那通訊其實也是屬於輸入 它也是輸出 它同時是輸入跟輸出 那包括什麼 包括數據機現在大概比較少 數據機就以前那種Modem 就是透過電話播接的 那另外網路卡 現在大概都是用網路卡 那網路卡它同時要輸入 就是說你 你可以把 當你在做一些查詢的時候 你是把資訊輸出 但是查詢到的結果 它會把它當成輸入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就是輸入跟輸出 同時會兼具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個 一個裝置 通訊設備 網路這一塊 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剛才的是IO那一塊 Input Output 接下來 剛看到一個中間的那一塊 就是記憶體 記憶體也很重要 說實在 裡面的記憶體 大概 因為記憶體有時候也會跟你的 系統的績效 系統的效能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記憶體又分成兩部分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這也是個概念 記憶體拿兩塊呢 有內部的記憶體 跟外部的 就是Internal跟External的部分 Internal是什麼 Internal的部分包括你的硬碟 你的電腦有沒有硬碟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都有吧 你的硬碟多大 知不知道 你電腦硬碟多大 知不知道 我多大是容量多大 不是它的size多大 你哪夠注意 啊 你們知道你們電腦裡面的硬碟多大 知不知道 夠用就好 知道嗎 應該知道 500GB 對不對 你呢 200 200而已啊 2TB 2TB喔 這麼大 還好 你呢 忘 忘 你什麼都忘 我連我的人都忘 真的啊 好可憐 你怎麼辦 你需要 去跟西部談一談 我沒有錢 西部開始不用錢 之後才要錢 所以你們大概要稍微知道一下 你電腦的容量多大 那電腦的容量其實就是硬碟啦 一般常常就是硬碟 那除了硬碟之外 還有一些叫離線的儲存體 什麼叫離線 就是它沒有跟電腦 平常沒有接在一起的 像什麼 有沒有隨身碟 有沒有USB隨身碟 這些就是屬於離線的 當然離線還不只隨身碟而已啦 所以這個是一部分 所以外部的 屬於比較外部 雖然硬碟看起來好像也是在電腦裡面 但它其實是跟電腦是 電腦的最主要其實就是 我們待會會看到一個主機板 那主機板裡面也會有很多零件 那 這個硬碟雖然也是連在主機板 就是跟主機板有連接 但是它看起來是好像 類似separate感覺 所以這是比較屬於外部的 外部記憶體就分成是硬碟跟 所謂的離線的儲存體 那至於內部的部分 內部的部分主要又分成是主機體 主機體 這個也是你們在裝電腦的時候 可能會 會需要要求你們的這個廠商 看這個記憶體裡面多大 是它主機體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快取 快取記憶體 這快取記憶體 其實是做在 有的是做在CPU裡面 有的是做在這個 做在外面的 那當然是看系統怎麼設計 所以有一個叫快取 那主機體跟快取記憶體 它用的技術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我們待會兒也會看到 那另外CPU CPU本身內部也有一些記憶體 所以這個 那這些都是比較屬於在 跟主機板上面直接連接的 所以把它叫內部記憶體 所以又分成主機體 快取記憶體 跟CPU的暫存器 這個部分 有三種 那當然這個大概 比較重要的是主機體的部分 那快取記憶體 也蠻重要的 好 那這個部分是記憶體 那我們再一個一個來看 先看 我們在談這種記憶體的 單元的時候 這個 這個單位也很重要 這個單位 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說 因為電腦它是 它是用一個叫做 未原組的概念 它的英文叫做 中文叫未原組 英文叫做byte B-Y-T-E 那一個byte是等於 其實它更最小的 最小的這個記憶體的單元 對電腦來說 這是用一個bit B-I-T 因為電腦其實是透過電 來驅動它 那電的狀態不外乎 就是存在跟不存在 所以它就是0101的概念 那所以一個bit就代表 1的是0或者是1 所以叫bit 一個0或一個1叫bit 那一個byte 剛說一個未原組 就是把八個bit 組合在一起 把八個bit組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叫byte 變成一個byte的概念 所以 八個bit等於一個byte 這是最基本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上 往上累積的話 它就接下來變成什麼 變成是叫KB 那一般大家都知道K 像 你們知道 公尺是m Km是什麼 Km是公里 那1Km等於多少公尺 1000 所以大概K的概念 是1000的概念 但是在電腦裡面 它這個千 又不是完全那麼千 它叫Kilobyte 簡稱Kb 它其實是2的十次方 2的十次方個byte 那2的十次方就是1024 所以它是1024byte 所以這個不完全 所以Kb不是等於1000byte 但是它是近似於1000byte 它稍微比1000byte還要多一點 因為它是2的十次方 所以是1024byte 所以電腦的這種 記憶體的單元的這個部分呢 是跟我們實境位的是不太一樣的 它其實是二進位的概念去做的 所以一個Kb是等於1024的byte 那當然繼續再往下 不是往下 往上 再往上的記憶體越來越大 所以就變成是 從Kilobyte變成是Megabyte 一個Megabyte就是1024個Kilobyte 那當然再把它變成 再把它變成單最 位元組的話呢 就10的六次方 所以一個Megabyte就是一個百萬位元組 然後再往上呢 Gigabyte就是1024個Megabyte 類似這樣的方式 一直往上升 然後呢 Gigabyte其實已經很大了 對不對 你們一般電腦裡面現在的硬碟 大概剛剛說有500GB的 對不對 已經不小了啦 那但是現在當然隨著這個 隨著這個整個 多媒體的儲存越來越多 你們一張照片 對不對 可能就多大 一張照片的記憶體 記憶容量多大 你們不是常在照片照相嗎 不是常在PO臉書嗎 不是常常在POline嗎 你都不知道一張照片多大 大概 看像 看它的那個啦 解析度對不對 如果你是 現在解析度大概都多大 兩千萬像素對不對 兩千萬像素 那兩千萬像素 多幾乘幾 不知道 兩千萬像素 剛剛有沒有到幾千 乘以幾千 就是它的Pixel 就是它一點一點的 幾千Pixel 乘以幾千Pixel 或者我們用現在螢幕解析度來看 如果你是 Full HD 就是高畫質的啊 高畫質的是的話 大概1900多乘以 1024嘛 所以大概就是都很大 那一張這樣子的 高解析度的 Full HD的相片 大概都是要 它的 它的容量搞不好都是要 要好幾個 好幾百個MB 所以 相片其實還蠻佔空間的 所以 當然多媒體 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的記憶體 也需要越來越大 所以 GIGABY 現在以前的硬體 五六百個GB 也許就覺得很大 但隨著多媒體越來越多 現在就 越來越大 所以從GIGABYte 再往上呢 上一個Level是什麼 就是Terabyte 就TB啦 所以剛剛說 有人有2TB的容量 對不對 2TB的容量現在也還蠻常見的 所以這個是 整個記憶體的這個單元 從Bite 到Byte 到KB 到MB 到GB 到TB 這個也要稍微有點概念 要有點概念 所以回去看一下你們電腦 不曉得怎麼看 你也不肯把它拆下來看 但是你可以透過一些軟體 你可以知道你的電腦裡面 它的硬碟容量到底是多大 那 剛才是記憶體單元 我們剛剛看到的內部記憶體 有一個部分很重要 就是它的主記憶體 主記憶體 主記憶體它長的樣子就是 一片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機會把電腦拆開看的話 它會有一部分在插 主機板上面會插這種 所謂的叫記憶體的模組 那這一塊模組 可能就是 也許就是8個 也許是8個GB 類似這樣 那看它怎麼去設計 那主記憶體它的概念 叫DRAM 所以你們以後也會聽過 DRAM這種東西 DRAM就是一般我們用在做主記憶體 它叫做什麼 叫做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是一個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簡稱叫DRAM 那它把它做成一個模組的概念 所以一個模組下面 像我們台灣的 以後你們搞不好也有機會去的 這些 這些所謂的這個 什麼 高科技產業 很多都是在做什麼 做這些 做這些記憶體模組的 不是 做這些記憶體的這些原件 那這些原件 現在把它組裝起來 就變成記憶體的模組 那這種 主記憶體就是 在幹嘛呢 我們待會兒會有看 但你要先知道 主記憶體它對應的技術 叫做DRAM的技術 叫DRAM的技術 那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挑過 不用看 那 主記憶體 它其實 它是 怎麼說 就是 我們一般現在電腦 可能也許裡面的 因為主記憶體 它越快 越大的話 它可以其實 會幫助電腦的 績效會越好 那 現在大概 平常一般也有 8G的RAM吧 就是你們電腦裡面也許有 8G的RAM 那其實對手機來說也是啊 手機如果你們在看規格的話 你們手機的規格裡面 也有一個單位叫RAM 有沒有 那你們的手機是多少個RAM 10G 10G 4G 4G 4G的RAM大概還蠻 蠻OK的嘛 對不對 那現在不是還有什麼更高的 所以代表什麼 有時候RAM越大 那個DRAM的量越大 它的什麼 效果 效能會越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們在買手機 你們要選大一點的RAM 應該是啦 那 這種DRAM它的特色 剛才的那個DRAM的特色 就是說 因為它插在電腦上 你電腦如果關機欸 電腦關機它的記憶體就不見了 對不對 電腦關機它這個DRAM裡面的記憶體就不見了 那剛才的那個硬碟 這個硬碟我們待會兒再看 硬碟的部分它就是離線 所以你會把你中間做的東西要儲存在什麼 儲存在這些所謂的離線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外部記憶體的部分 這內部記憶體很多都是電腦一關 它就停掉了 它記憶體就不見了 所以你要把這個過程中間 再處理問題 像我們在編輯一個 像你們上禮拜編輯什麼 WORD對不對 WORD那個東西 如果你們沒有存下來 電腦突然關掉了 當然這邊會 我們的電腦教室的電腦有幾台 好像會這樣子 所以你們記得要隨時 隨時要存起來 要存起來 如果你電腦在做的過程中 一旦被關掉 雖然它的東西存在主記憶體 但是如果你來不及存在硬碟的話 電腦在開機那個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記得要存在這種外部記憶體 那主記憶體就是關機之後就不見了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快取 快取記憶體它用的技術 跟剛才的那個技術又不太一樣 剛才叫DRAM對不對 那這個快取記憶體它叫Cache Cache memory 這種Cache叫做快取的概念 它會用的這個記憶體的技術叫做SRAM 它是一個靜態的 Static Random Static Random Assessed Memory 那SRAM的東西 它其實速度比DRAM更快 它的速度更快 速度更快 那我們說為什麼我們都用SRAM就好 因為SRAM的技術很 比較高檔一點 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因此SRAM 你大概也沒辦法把它做得非常大量 但SRAM有一個好處 SRAM它其實是在怎麼說 它其實它會 剛才的DRAM會怎麼樣 就是電腦關掉 它的記憶體裡面就不見了 但是SRAM是可以存在的 SRAM它的特色是 因為它是Static Static就是靜態 所以它一旦改變了 就是它的記憶體改變之後 它存在它的記憶體裡面 電腦關掉之後 它其實是會存在它的記憶體裡面 所以這個 但是SRAM量不大 所以它一般來說 只是用來做什麼叫快取 來做快取這個動作 那什麼叫快取呢 要怎麼 你們聽過這個名詞 快取 快取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東西 我們經常使用它 那我每次都要從我的硬碟裡面 去叫資料出來 那這個過程中間 等於我從我的主要的控制台去 要經過 就像我要去搬東西 我如果常用到這個東西 我就每次要用的話 我就叫我的小弟 去倉庫搬這個東西 每次要搬來搬去很麻煩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如果常用的話 電腦它自己會去判斷 它說 那我就把這些常用的東西 我就把它存在我的附近 下次我要去搬的話 它就在旁邊而已 那那個東西就叫快取 叫cash的東西 那這個cash 它就可以存在那邊的話 它這樣子的話 下次它就不用 跑那麼遠去搬東西 它就在旁邊搬就好了 概念就是這樣 這個叫快取的概念 但因為快取的記憶體不大 所以它也不能夠很多 所以它必須要仔細去篩選 哪些是它常用的東西 它就會把它存在它的cash 它的快取記憶體裡面 這樣概念知道了 知道 什麼叫快取 這樣聽懂嗎 聽懂了嗎 可以 感謝你 只有你 其他人都在幹嘛 你們聽懂啊 給個sign好不好 你們這一半是在信 這麼實氣沉沉的 好像每一屆都不太一樣 上一屆又太活潑了 這些都很實氣沉沉的 奇怪 好啦 那這邊 有很多 它有一些cash是做在CPU裡面 所以剛才說的CPU暫存器 有些它其實本身也是用到cash的記憶體 這個我們大概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除了剛才說的這些 主記憶體 還有這個叫靜態的主記憶體 還有快取記憶體之外 另外其實還有一種記憶體 是比較 跟這個 剛才我們沒有提到的 剛才我們的那個記憶體的架構圖 裡面是沒有的 沒有的 但是這個東西也順便提一下 因為這個在電腦裡面也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叫做唯讀記憶體 叫ROM 那這種ROM呢 一般是 它基本 既然叫做唯讀 所以它只能夠讀 它只能夠讀 它只能夠讀 read only 就只能夠讀 它沒辦法寫 因為記憶體有時候可以寫 可以讀 但是它只能夠讀 那就代表它的記憶體裡面已經 東西都存好了 你就不要動它就對了 叫ROM 那這個ROM 常用在哪裡呢 用在這個叫BIOS 那BIOS是什麼 BIOS 叫做 你看它英文寫成 叫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一般你在開機 電腦開機的時候 你一開始 如果電腦很快 也許閃一下就不見了 一些所謂的文字檔的東西 有沒有 開電腦有沒有 一開始閃出一個東西 是文字的東西 被一發寫一大堆 然後就不見了 有沒有 那個就是BIOS 但是你可以到BIOS裡面去做設定 所以如果你速度夠快 一開機你要馬上按F5 不知道多少 每一家設定都不一樣 F5 F8或F2 你按了那個Function鍵之後 它就會進到你的BIOS 就是你的這個 所謂的基本的 Input 輸入輸出的系統裡面 去做控制 那這裡面呢 BIOS裡面在控制什麼 控制你怎麼樣去讀你的 像是開機的順序 你要開機是先讀硬碟 再讀你的什麼隨身碟 還是先讀你的光碟等等 這個可以在BIOS裡面去設定 還有BIOS裡面也去抓 可以去抓你的硬碟裡面 看是你的硬碟是怎麼樣去儲存它 所以這些很多基本的 Input Output的設定 可以是在BIOS這邊 那當然這種東西 大概你買完電腦 廠商幫你設好之後 你大概就一輩子不會去動它了 通常是這樣 除非你是有在玩電腦的人 有時候自己在更新你的電腦 你的設備的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 去進去BIOS去做設計 那這個BIOS它只能圍堵啦 那它用的技術是CMOS的技術 這個只是一些 記憶體的技術 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剛才那個是內部 那現在看外部的硬碟啦 硬碟當然大家都知道 硬碟就是長一個像一個盒子一樣 對不對 那盒子裡面其實是什麼 那盒子裡面其實是 一塊 那個叫什麼 一圈一圈的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碟片 它是一個碟片 那這個碟片呢 裡面其實它就是 儲存資料的地方 所以硬碟會不會很熱 你硬碟如果真的打開 不小心碰到它 你有可能會被燙傷 所以它是非常熱的 那代表為什麼會熱 因為它這個盤子一直在轉 而且它是很高速的在轉 那高速在運轉 會不會產生熱量 應該會吧 大家都知道 所以 這個轉速呢 就會造成它的這個熱量 那但是它也透過轉速 然後它有一個叫做磁碟讀取頭的概念 這邊有沒有寫 它有一個讀寫壁 然後這個讀寫的磁頭 它有透過一個讀寫頭的概念 在磁區裡面去讀你的資料進來 所以它整個盒子是這樣 然後裡面其實有一圈 就是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磁盤 那這裡面的 它的轉速就很重要 所以它有一個RPM的概念 就是Revolution Per Minute 就是每一分鐘轉幾次 那你們現在一般的硬碟 你們大概也不知道 你每分鐘轉幾次吧 對不對 有沒有很正好知道 不知道 只是它很熱 對不對 現在最普通的硬碟大概 每一分鐘是5400轉 一分鐘5400轉快不快 一分鐘5400轉 這個如果變成雪滴子的話 會殺死人的 是非常快的 但更快的現在可以到 7800轉 或者是到12000轉都有 那當然它的轉速越快 通常它的時間就會 它的這個搜尋的時間 會就越快 所以這個是硬碟的部分 但硬碟一般來說 它基本上 我們整個電腦 其實速度再慢 有時候通常就是卡在硬碟 比如說你的CPU很快 明明我的CPU很快 我的記憶體好像也OK 那為什麼我的 我跑起來的GAM還是會Lag 或者是說我開機還是好慢 最大的瓶頸都是卡在硬碟 因為硬碟它的轉速 即便再快到一萬多轉 它的這個 資料的存取速度 還是有一點慢 所以 所以現在有一種新的技術 它就不是用轉 不是用磁區轉 它就是用那個什麼 直接用記憶體 所以有所謂的那種叫做SSD的這種東西 有沒有聽過 叫做固態硬碟 這個講出來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那種固態硬碟完全就是用 好累喔 你們昨天有沒有在 欸你們昨天應該沒有活動吧 活動有活動有 活動有 蛤 昨天練球啊 新生杯是吧 沒有 就是戲隊 戲隊啊 什麼球 排球啊 排球 和尚咧 和尚是 是 是女排呢 藍排是 有誰在帶 脖子 脖子啊 所以把你們操到很晚 啊 那怎麼辦 它肚固 還是太涼 太好睡了 好啦 這個硬碟 固態硬碟的部分喔 它可以讓整個 存取速度 比這個 傳統的轉 用旋轉的這種硬碟 來的快 大概 十倍到一百倍吧 所以它速度會快很多 我有一台電腦 我有一台筆電腦 是十年前的筆記型電腦 十年前的筆記型電腦 應該就報廢了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CPU還OK啊 它的RAM也夠大 那但是 還是很慢 後來我就把它的硬碟 換成是這種 隨時 這個固態硬碟 欸 結果 這是 奇蹟 沒有奇蹟啦 反正就是讓它的整個 整個它的績效呢 就變快了 所以其實你如果 電腦在慢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把這個硬碟換掉 換成固態硬碟 不過當然固態硬碟 相對就是比較貴啦 因為 快就叫貴嘛 這個就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經濟原理嘛 你要求品質好 你當然就要多花一點錢啦 來 合理吧 所以這個 但是給你們一個建議啦 你們如果真的 覺得電腦慢的話 換個固態硬碟 保證你會跟飛的一樣 就很爽 那另外還有一些 我們剛剛說的離線儲存體 包括像是 剛剛說光 那個叫什麼 隨身碟對不對 隨身碟也是一個 那 剛才有同學說有光碟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的 電腦還有光碟嗎 還有光碟機 還有啊 不簡單 你們有光碟嗎 有啊 有啊 你剛有啦 那你有嗎 這樣是什麼 不知道 你電腦長什麼樣 你電腦長什麼樣 啊 啊 啊 筆記型電腦 你是用筆記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現在應該有光碟的更少 如果一般的電腦 可能有的還有光碟啦 呃 所以光碟也是一個部分 那光碟當然以前早期的CD 就是我們如果大家聽那個音樂的CD 它的容量 因為CD其實也是一個儲存設備 所以雖然你聽到的是音樂 直接放到你的CD prayer去放 但是它其實裡面還是有容量的 它大概是700個MB 那另外 呃 另外還有所謂的CDR跟CDRW 那個就是燒錄嘛 你們可以來做燒錄 那現在這種東西大概都不太流行 現在CDR跟CDRW 比如台灣以前有幾個很大的工廠 專門在做這種燒錄的光碟片 像很有名的一個叫萊德 有沒有聽過啊 他們股票都已經快被 都已經快被水腳股了 所以它就是做這種所謂的光 光學燒錄 光學燒錄的 但是 那現在用很多的是什麼 現在用很多的國家 其實還有人在用這些 當然不是CD啦 現在還有所謂的DVD 對不對 那DVD的容量 像剛才CD是700MB DVD的容量大概多少 4G 大概4.4G左右 那日本人非常喜歡這種東西啊 所以你去 你們不是應該很多人 上次好像有問過啊 你們好像跟別人反應 去日本 如果你去日本那些電器店看啊 有很多都還在賣這種DVD光碟 甚至現在日本最流行的是什麼 叫藍光 Blu-ray 藍光 那藍光的話 我們剛說DVD是4.4G嘛 藍光大概可以到2-30G 所以它的容量是Double 那不只Double啦 這是好幾倍啦 那好幾倍它裡面放什麼 它都放一些高畫質的一些 呃 那個錄影 那個什麼 那個Video 高畫質的Video 所以這種都是離線的啦 那早期當然還有什麼軟碟啊 磁帶啊 軟碟你們應該 你們這一個Generation 應該完全沒有看過對不對 我們那個Generation 軟碟是還蠻常看到的 每一台電腦一定有一個Floppy軟碟機 那現在已經 大概是在博物館才看得到了 那磁帶現在也很少啦 磁帶 磁帶就是有點像那個Tab 就是那種錄音帶 以前的那種錄音帶那種東西 那個叫Tab 磁帶 那磁帶他們一般是在做備份用的 好 好啦 呃 我把這邊算完修 先休息一下 剛剛說過光碟 DVD 4.7G 還少3G 那 DVD也有分DVD RW這些東西啦 這個稍微知道一下就好